Halloa 大家好 我是起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又是吉他州的州务大神 Sanusi 他今天又出来讲风言风语 他之前讲那个24小时配强论 我都已经跟大家点出来了 他的一句话里面的每一个字 全部都是不切实际不合逻辑 完全充满了矛盾的 他今天讲这句话也是 短短的两句话里面也是充满了 矛盾跟不合逻辑 他今天说了什么 他说呢 如果这个政府让我穿上 橙衣 橙色的衣服 还有戴上手口的话 这样我将会继续报更多 这个政府滥权的事情 短短两句话 你知道这两句话 吐槽点非常的多 而且这两句话也充满了犯罪的味道 怎样说呢 首先第一个 他说呢 如果政府让我穿上 乘以跟戴上手铐 他就会怎样怎样 这个你一听就知道了 很明显的在恐吓跟威胁 是吗 老板 你现在恐吓跟威胁的对象 是随时政府 你不是恐吓威胁你家的邻居 就算你是恐吓威胁你家邻居 你也是犯法 更何况你现在恐吓政府 我告诉你要不是现在六周选举 是敏感时刻的话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抓他了 你堂堂一个政府 你可以容许随便一个人来恐吓威胁你 这样你政府的颜面的权威何在 一个政府是不可能让人恐吓威胁的 你知道吗 你如果怎样讲我 我就怎样讲你 你这样可爱吗 夸张吗 是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第一个犯罪的味道就在这边了 ok 然后第二点 第二点我就跟大家科普一下了 他说穿上橙色的衣服 跟戴上这个手铐了 ok 平时如果说一些犯人被警察抓了 或者是被控上法庭 或者是被抓进监狱 然后他们就会换衣服 戴上手铐 橙色的衣应该是已经是在监狱里面的囚犯了 如果是在警察那边lock up的话 应该是紫色的衣 ok 戴手铐正常了 然后什么情况下 你才会换这个橙色衣或者是紫色衣 就是你已经确定被警察扣留了 扣留四个八个小时之类的那种 就是通常我们就说有过夜 像傻奴系的case 当初警察是抓他 可是抓他 进到来警察局 录一下口供什么 然后呢 就放他回去了 就可以保释在外了 你保释出去呢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换过衣服 当天就出去了 如果你是扣留一个四个八小时或者是更长的话 有过夜的话呢 他就会为你换上衣服 如果是扣留的话通常是紫色衣服 但是如果是之后被判入狱了 在入狱里面应该就是穿橙色衣服 有分别的 所以呢 现在你们就明白 什么情况之下 才会换上这些有颜色的衣服 但是傻奴系的case 明显不是 警察没有扣留你 你保释了你就走了 你从来一天都没有过过夜 在扣留所或者是在监狱 所以 根本都没有人要为你换上这些有颜色的衣服啊 所以他这句话是多来讲的 吴忠生有问 哈哈哈 ok 我不知道吴忠生有算不算也是一种犯罪了 ok 然后 再下一句 再下一句就肯定是犯罪了 他说呢 如果政府为我穿上层衣跟手铐的话 我就要继续报更多政府 滥权的那个事情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滥权啊 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反贪剧的权限 反贪剧呢 通常要抓的是抓两种 一个就是贪污跟滥权 滥权跟贪污其实是一个package ok 然后 其实在马来西亚啦 如果你知道了一件贪污滥权 然后如果你知情不报的话 然后你如果被法庭证实你知情不报的话 你会被控有罪的 犯法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马来西亚 对于贪污滥权的案件 如果你是知情不报 然后又被证明了 你就是知情不报 你会被提控的 然后呢 如果你被判有罪的话呢 你要中到惩罚了 你明白 现在我们这个傻儒系呢 他很大声的告诉我们 我现在我是知道政府有很多不堪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不要报 等你帮我换上橙色衣服 戴上手铐了 我就要报 刚才威胁那些我不讲了 我已经讲过了 现在一个很明显的东西是 你是不是在告诉全世界的人 你正在知情不报 如果你是真的知情不报的话 我基本上现在可以抓你了 你自己承认的 不是我比你强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傻儒系 是真的傻还是假的傻 他陆续陆续讲的话呢 全部都是很反制 很没有逻辑 很没有道理 而且又充满了矛盾 而且每一句都充满了犯罪的味道 我也不明白他现在是不是在播 警察每一天去抓他 每天去抓他 这样他就每天有新闻有新闻 他今天短短讲这两句话 不要充满了犯罪的味道 我给你们分析了 真的是厉害哦 OK 所以我老实讲 如果我是一个稍微有智商的 国盟支持者都好啦 我如果这样陆陆续续看这个傻儒系 一直在表演这些风花 这些小丑 我会对他感到麻木甚至厌倦 因为太反制了 甚至呢 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你让令到我很尴尬 我真的是要支持这样的领袖吗 真的会有一种尴尬的感觉 如果我是国盟支持者的话 OK啦 所以我相信这个六周选举过后 这个傻儒系 其实我相信他很大几率做不回周大臣 这个看会怎样啦 OK 然后 还有一点很肯定的是 这个六周选举过后呢 这个傻儒系应该就没有什么话会讲了 因为考试都过掉了还表演什么 但是呢 在这个六周选结束之前呢 我相信他还会继续表演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最后一次 谢谢大家 拜拜